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一集我们提到后晋的皇帝李思源 终于迎来了一个他可目已久的客人 这个客人就是耶律阿宝基的长子耶律贝 在以前的视频中 我曾经提到过 耶律贝在辽国是受到了他的弟弟 当时辽国的辽太宗耶律德光的排挤与猜忌 日子过得非常的不如意 后来最后 耶律贝终于下决心投奔到了后堂 他是以出海打鱼为借口 坐船离开的辽国 当时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也没有带自己的七小同行 他是在现在的大连的荆州那个地区登的船 登船之前 他面对故国 心中是悲愤难平 就写了这样一首诗 叫海上诗 诗是这样写的 小山压大山 大山全无力 修建故乡人 从此投外国 小山指的是他的兄弟耶律德光 大山指的是他自己 这首诗呢 也表现出他对齐丹王室兄弟之间的争斗的那种无奈和不满 耶律贝是一代大才子 但是这首诗呢 怎么看都写得很一般 也可能是当时的情绪所致吧 耶律贝到了南唐以后 受到了李嗣源的热烈欢迎 李嗣源是以天子的礼来欢迎他的 后来又赐姓他为李 名赞华 叫李赞华 说起来这李嗣源还真挺大方 李这个国姓说次就次了 我估计他也很清楚 反正这个姓啊 也不是他们家的 李嗣源还受耶律贝以节度史之职 这个官也是不小了 不过耶律贝呢 为了不引起李嗣源的猜忌 他从来不甘于正式 整天的呢 就是流连于诗话之间 过的也是悠哉悠哉的 李嗣源当然也知道耶律贝的想法 他让耶律贝来 不过就是增加他手中与辽国对抗的一个砝码 李嗣源还为耶律贝找了一房妻子 姓夏 是贵族之女 到目前为止 一切似乎都进展的异常的圆满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耶律贝突然染上了一个毛病 这个毛病还绝对不是一个小毛病 他嗜血 这个嗜血呢 还不是说他残暴嗜杀 而是说他喜欢吸血 在资质通鉴和疗史中都有这样的记载 说耶律贝在府中经常在他的婢女的手臂上戳两个洞 然后他就用嘴贴在上面 吸食婢女流出的鲜血 婢女如果不从 轻则他用烙铁等酷刑折磨婢女 重则就挖掉婢女的双眼 而且这类事情还不是偶然为之 已经成为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他新娶的夫人夏世目睹他这些行为是惊恐万壮 坚决要求与耶律贝离婚 甚至不惜出家为泥 最后在他的家族的努力之下 他也算是逃出生天 真的出家为泥了 很难想象像耶律贝这样的天才全才 却有这样令人惊恐的另一面 他的这些行为呢 像极了我们常说的吸血鬼 说起这吸血鬼啊 我又忍不住要跑一下题 上一期节目我好像没怎么跑题 所以我应该积攒了不少的credit 大家熟悉的吸血鬼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西方 像我们知道的德古拉家族 还有那些影视作品中的吸血鬼形象 其实在中国历史中也有过对吸血鬼的记载 最早呢是出现在山海经中 说的是上古时期皇帝和赤游之间爆发的那场捉戮大战 传说中赤游率领的他的八十一个兄弟和来自于苗疆的赤墨王两等 山林间的那些妖怪和皇帝手下的大将英龙在着陆展开了这场大战 在战斗进行中赤游在风尸和雨伯的帮助下 让整个战场布满了满天的雨雾 使皇帝和英龙率领的大军就迷失在其中 找不着方向 当时的皇帝是非常的紧张 四面望去 完全找不着方向 于是他就不断的催问他的大将英龙 敢问北在何方 英龙集中生智 就对皇帝说 您不要着急 我找一个高人带咱们走出这段迷雾 于是英龙就找了一位北京的出租车司机 这位司机大哥对这些迷雾只是轻蔑的一笑 然后就带着皇帝的大军七转八转 就这么走出来了 皇帝觉得很奇怪 说你是何方高人 怎么会有如此异能 这位司机大哥不以为然的说 嗨 我就是一个低哥 以前呢经常跑西志门立交桥 就你们刚才那个难度和西志门立交桥比起来 那个差的太远了 简直是不值一提 以上所述呢 出自后世某个人的胡思乱想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查找一下 如果你能找到这本书的话 刚才只是跟大家开个玩笑 据《山海经》记载 在这个危机时刻出现的是皇帝的女儿 名曰芭 这位仙女所到之处可谓是赤行千里 所有的那些雨啊 风啊 雾啊 全部消散了 皇帝乘势 取得了大圣 抓住了赤油 赤油在临死之前 用他最后的力气下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一个诅咒 他诅咒皇帝的后人在死了以后 不能进入三界轮回 要承受不老不死之苦 终身以血液为食 见不得天日 皇帝的女儿拔因为在这场战斗中耗尽了精力 从此不能再回到天界 只能待在人间 但是因为他本身的特出性 所到之处赤汉千里 所以皇帝就把他放在了赤水以北 因为中国是一个农耕民族 所以把所到之处都很不受人欢迎 最后人们就管他叫汉拔 而到了汉朝以后 汉拔的形象就不再是皇帝的那位美丽的仙女 而变成了眼睛长在头上的一个怪物 其实这种形象的变化 就是代表了百姓的喜悟 但对于汉拔来说 其实他也觉得自己挺委屈的 至于赤油发的那个诅咒 似乎并没有在华夏的后人中间得以应验 我猜想赤油可能那时候也是精疲力尽 在他发完这个诅咒的时候 可能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华夏子孙 另外一个是其他 他可能当时是一时恍惚 按错了键 按在了其他那上面 所以华夏的子孙得以幸免 这完全是跟大家开一句玩笑 千万不要给我上纲上线 关于吸血鬼 欧洲的记载是比较多的 吸血鬼的传说呢 主要是集中在公元的14世纪和公元18世纪 而这两个时期呢 也正是欧洲黑死病盛行的时期 所以吸血鬼的传说与黑死病的流行有着莫大的关系 当时欧洲的医疗水平还非常低 有些人得了瘟疫以后 只是处于重昏迷状态 并没有死 但是啊 也被家属和朋友啊 以为已经死了 就草草的埋葬 所以就会经常发生那种看起来像是死人从坟墓里复活那样的事情 其实不过是那些重昏迷的患者又清醒的原因 而且当时的人们对人死以后尸体的那些正常的生理变化 也没有充分的认识 就把那些尸体膨胀啊 支架变长啊 眼角嘴边流出鲜血啊等等这些现象呢 当作了吸血鬼重生 再结合他们当时的一些古老的宗教信仰 比如说东正教就认为异教徒死后会变成恶魔 就在这些综合因素作用下 吸血鬼就这样诞生了 后世再加上一些文学作品的推波主栏 吸血鬼呢 就会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其实啊 现在很多人认为吸血鬼不过是一种病 这种病叫布林症 这种病呢 是因为病人的身体内缺乏一种能分解布林的酶 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布林的堆积 布林呢 又叫紫质 具有强烈的西光性 所以呢 得这种病的患者呢 怕见光 见到光以后呢 会引起皮肤的溃烂 黑色素的堆积 眼眶出血 而且患者对大蒜这样刺激性的气味非常的敏感 容易导致病发 少数严重的患者认为饮用鲜血可以缓解病情 这就是吸血鬼传说的由来 而且患者的尿液也呈红色 英国历史上有一位国王叫乔治三世 又被称为蜂王 他最初是被诊断为精神疾病 当时的医疗条件也非常有限 就把他捆在了椅子上堵上嘴 最后呢 这位国王死的也是很凄惨 到了后世 从他的医疗记录中发现了他尿液呈红色这一特征 后世的专家就据此判断 他很有可能得的就是这种布林症 说起这乔治三世呢 我就再多跑一公里 这位乔治三世说起来不仅是英国的国王 而且也是美国的国王 加拿大的国王和澳大利亚的国王 因为这些国家当时还都是大不列颠国的殖民地 乔治三世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英国的国王 所以美国就是在他执政期间独立出来的 当时中国的皇帝又是谁呢 非常的有名 就是乾隆皇帝 说起来 乔治三世和乾隆皇帝还有一段渊源 是乔治三世曾经派领他的使团 前往中国 他还送给乾隆皇帝一些礼物 是代表英国最高工业水准的一些精密的小仪器 还有一些最先进的火器 这些东西据说在八国联军攻占元明云的时候也被找到了 被密封在原来的箱子里 乔治三世希望乾隆皇帝能够打开国门和英国一起做生意 乾隆皇帝出于种种考虑 拒绝了这个要求 他还给乔治三世写了一封回信 说我天朝物产丰富 应有尽有 不需要和你们帆帮小国做什么生意 你们需要的那些丝绸啊 茶叶啊 考虑到你们虽然偏居海外 但仍然心向天朝 所以呢 天朝可以无偿的送给你们 就不用做什么生意了 这封信至今还保留在大英博物馆里 后来嘉庆皇帝继位的时候 乔治三世又派来了使团 但是这次嘉庆皇帝连箭都没有箭 就更别说什么通商了 好的 跑题归来 咱们继续说说后唐的历史 在天显八年的时候 后唐的第二任皇帝李四元定世 他的儿子李从后继位 但是半年以后 他的养子李从科就杀死了李从后 篡夺了皇位 这时候的耶律贝就扮演了一道无间道 他偷偷的派人给他的兄弟耶律德光写信 告诉他李从科弑军篡位 现在是朝局混乱 让他的兄弟耶律德光趁机侵入中原 耶律德光收到这封信以后 并没有马上做出决定 他对他这位兄长并不是完全的信任 但是后来 当他收到了石敬堂的求救信以后 他就知道他大哥所言不虚 石敬堂是李四元的女婿 说起来李从科是养子 石敬堂是女婿 都算是半个儿 李从科很不放心石敬堂手里掌管的军队 所以呢 他想通过换防的方式来剥夺石敬堂的兵权 石敬堂也知道 如果他一旦失去了兵权 那么离他失去生命也就不远了 于是他就向耶律德光求救 并且许诺一旦他得了天下 将隔让幽云十六周与辽国 而且他还称耶律德光为父 自称儿皇帝 后世的人都说石敬堂非常的无耻 耶律德光比他小这么多岁 他居然称耶律德光为父 其实石敬堂确实是很无耻 这一点呢 无需洗白 但是他称耶律德光为父 倒也不是说没有一点道理 为什么呢 在上一期视频中 我提到过 耶律阿宝基和李克用 曾经结拜为兄弟 耶律德光是耶律阿宝基的儿子 而石敬堂呢 是李克用的养子李四元的女婿 所以他和耶律德光之间应该是差着一辈 所以不是从年龄上来讲 而是从辈分上来讲 他尊耶律德光为父 也算是说得过去 这个石敬堂在耶律德光面前自称儿皇帝 这个呢 倒也无所谓 就当是他的个人爱好 但是他把燕云十六周隔让给了契丹 这可掉了后世的宋朝的亲命了 这就像一根巨大的刺 卡在了后世宋朝的喉咙里 所谓的幽云十六周就是现在的北京天津大部和山西河北的北部地区 东西大概有600多公里 南北宽两三百公里 中原政权以前建立的防备胡人的长城就在这个区域内 所以失去了幽云十六周 中原政权的北方就已经无险可守了 我们不能称石敬堂为汉奸 因为他连汉人都不是 他是苏特人 苏特九姓之一 来自于石国 相貌深目多虚 也不像中原人 和李柯用李存旭一样 他们都是沙托人 从他的儿子石崇贵的木志明中也发现 他也是在五湖乱华时期 霍乱中原百姓最狠毒的杰族人 厚照石勒的后裔 耶律德光接受了石敬堂提出的条件 出兵攻打后唐 其实在这之前 后唐的皇帝李从科也向耶律德光求救 不过是石敬堂给的条件更好一些 耶律德光一路上是势如破竹 就逼近了后唐的都城洛阳 李从科见大势已去 就派人去叫耶律贝 让耶律贝和他自己一起自焚 耶律贝说 这么温暖的游戏还是你自己玩吧 不愿意和李从科这样一个弑君篡位的人一起死 不过这时候李从科还是皇帝 于是李从科就派人杀死了耶律贝 契丹国的人皇耶律贝就这样 走完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一生 后唐也宣告灭亡 五代十国从此进入了后晋时期 大家都知道 辽国自辽景宗耶律贤开始 以后的几个皇帝都是耶律贝的子孙 所以后面的辽国几个皇帝对他也是相当的尊崇 尊称他为让国皇帝 在辽史中对他的这种让国的行为也给予了一个很高的评价 认为这是他深通孔梦之学 让国此举是至德至孝的表现 同时也对他的死表示很惋惜 认为这是他在寇唐时期试杀的结果 后唐的第二任皇帝李思源在取得皇位以后 就处死了那位霍乱朝纲的刘皇后 而且遣散了前任皇帝李存旭的其他的那些妃嫔们 在这些妃嫔中有一位妃嫔姓柴 在遣返途中的一个客栈里 他无意中瞥见了一位鹦鹉的军士 并且认定这个军士就是他要嫁的人 他的父母当时都是坚决反对 认为他以前是皇帝的女人 现在改嫁的话也至少应该嫁个节度使之类的大官 怎么会嫁给这样一个无名小卒 但是这位柴妃却是主意已定 最后他把自己所积蓄的一半的财产给了父母 让他们回乡养老 而另一半就交给了这位他心仪的军士 祝他开创自己的事业 说起来这位柴妃也真是慧眼识珠 如果当初李存旭宠爱的是柴妃 而不是她的那位混账刘皇后的话 那么也绝对不至于生死裹灭为天下孝 柴妃没有看错人 这位他托付终身的男人当时叫郭雀儿 郭雀儿只是他微见识的小名 到后来他的大名可说是天下节之 他叫郭威 后周的开国皇帝周太祖郭威 所以这个时候后进后汉以后的后周皇帝郭威 已经叙事待发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